各位同学,这份是第十三的衣服 这份是我想讲一下如何画一棵树 很吵 这个可以撇除了一个很麻烦的东西 我们有一个树图可以看 但树图想要表达的问题就是 要整个序字的描述 整个过程的描述 要很清楚描述 这里是introising a coin and rolling a die 这里有两个动作 一个是Coin,Coin是HP Dye是1至6 如果我们画树图,有两种方法画 第一种方法是不理会它的材料 总之我照样画出来 HT 第二个是1、2、3、4、5、6 这个又是这样,很密 这样是很密的 1、2、3、4、5、6 你再数它呢 如果它数它的可能性 Hat and 双数 Hat and 双数有多少个呢? Hat 双数一个 其实这个是2分1 这个每一支都是6分1 所以2分1乘6分1 因为有1乘3架 所以答案就是4分1 如果这样做,其实很浪费时间 也不是我们想画树图的时候 想给你一个总体的方法 如果我们把问题看成是Hat Hat的画画就是Hat和Tel相反 它要找Hat,Hat的相反就是Tel Eat Eat的相反就是Ock 那你就可以分开那一支柱图 分开Hat和Oe Eat应该是好些的 不过我刚才说了就算了 好了,那这个是多少呢? 2分1 这些不是必然性的2分1 不过在这个案子上 都是2分1 Ock的话有3个 我特意不怕选择分数 所以如果Hat和Ock Eat应该是2分1 Eat应该是6分3 所以出来的也是4分1 这就是树图的好处 大家一定要清楚知道 根据问题的文化 而配对它的相反 如果不是的话 你会画很多东西 所以两者之间比较之下 你就会知道高下纳件 好,这个是第一部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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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